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大叔说之大叔来推坑 那为什么要来这个 来弄这个系列呢 因为其实 我设定这个podcast的一个主题 除了旅游之外的 另外一个分类的话呢 就是想要来聊聊看 生活中任何一种 可以被大叔推坑的 因为毕竟大叔拥有了 非常资深的各种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的产品的购买 实力跟买错东西的经验 那这一集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敲碗 有问过我说 我怎么买一个绿水器的产品 先说这一集没有任何制度 纯粹是我从2007年一路到现在 用的这个绿水器产品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就直接讲了 我用的是什么绿水器呢 我用的是3M系列的绿水器 为什么讲系列呢 我觉得它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依照你的预算跟需求 你自己去堆叠你想要的等级 那我会从最基本最基本最便宜的那个价格跟大家分析 那我这边的价格都以PC用为主 但是呢大叔要提醒 因为身为一个职业买菜的大叔 对大家都叫我另外一个称号叫灵态 所以身为一个专业买东西的大叔 我们一定要知道哪里最便宜 目前看到的话呢 有几种方式 一个是PC和MOMO他们在做大打折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有一个品牌计 这是一个时间点 另外一个时间点呢 就是不是另外一个时间点 常态性的购买的话 你可以去好事多 但是好事多的话呢 你要注意它的规格啰 因为3M的这种绿水器的话呢 我这边推荐的其实是要从最小资的版本开始装 因为我不是要推荐那种要插电的 我是从我最低阶的身影品质的绿水器来讲起 那我有看到好事多有之前有卖过一款 它是用同样绿心 但是它是属于自己DIY水龙头的那种方式 那这个东西呢不是不行 因为我相信收听的朋友们有分成不同族群嘛 一个是自己租的房子 另外一种就是房东的 那我自己觉得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跟房东瞧一下 让他就说我来花这个钱来钻这个洞 因为其实3M最大的一个最大的特别 就是特点就是 如果你是买那种富有额额颈头的出水头的话呢 它是有含标准安装 就是有人会到你家里把那个头装好 所以这个价格其实会 我自己觉得还蛮可以接受的 我们来后面可以来开始先分析安装的费用 等下会分析安装的费用 所以我现在先推荐的 先一开始要讲的是 我到底是推哪个产品呢 如果说你是租屋族 不管是租屋族还是你自己是自己住 或者是跟家人一起住的话 其实就是一开始 能建议你们安装的就是 3M出向型S洞洞3S003净水器 那它 我先说为什么会推3M这个原因 其实有一个典故 这起源于我在2007年跟朋友租的一个房子里面 它其实建商就有附这个绿水器 那这个绿水器的品牌其实叫做CUNO 那大家可能很陌生对于这个品牌 但是这个品牌已经存在超过100年左右 然后2005年的时候呢 3M把它买进来 所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它的品牌还不是叫做3M 那它后来才是改成叫3M 那基本上它的绿芯啊 它规格头都是非常一致的 然后它的用的环境啊 包含一些比较商用的工厂啊 或者是饮料啊 它其实也提供哦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品牌 不是一个新的品牌 然后本身3M的那个夸体也很够 因为我先聊聊绿芯 它本身的一个等级来讲好了 因为我自己我希望我装了绿芯之后 我就不要烧水 然后就是直接生饮 所以它的以本身身饮来讲的话呢 3M的话 S003这一支是可以生饮的 而且很好玩的是 你如果人口变多的话 你就买S004 它其实也有S002 234是不同流量 但是我没记错的话 S002是不能生饮的 你如果要生饮的话 买S003以上的机种 不是机种啊 model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推S002 但是S002其实是存在的 然后呢 如果说以身饮的品质到了之后呢 第二个其实你要关心的是它的口感 因为3M这一支 其实每一支绿水器来讲的话 它其实都会过几个标准 就是NSF的这个标准 那NSF是什么呢 NSF呢 它其实是由美国一个单位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来认定的这个饮用水的处理标准 那通常大部分都会过42跟53 42呢 是除氯杂质 还有改善口感 然后53呢 是重金属跟污染物 那当然这是最基本 大家都会过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 身影本身来讲的话呢 大家是可以不用去太过于担心 因为毕竟它还是 一个蛮成熟的一个产品 已经超过10年 而且 为什么我超过10年之后才在推荐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单纯就是把我的经验 跟大家来分享 反正常常也没给我钱了 管它 好 那这支绿星的话呢 你最基础版的话 你可以装 直接装它就好了 我为什么讲基础版呢 因为后面还有加强版 目前看到 PC Home的售价是4890块 S003绿星和安装含耳镜头 所以它的 它蛮好玩的 它其实是 你如果在PC Home买 或者是 那个 好事多买的话 你东西先来回家 但是你要去跟它预约安装的时间 安装完安装时间来的时候 它就会 呃 由3M指定的经销商 好像我看到都是 原来是原厂了 但是后来好像被out sourcing出去了 但没关系 反正基本上就等同是原厂品质 它也不会乱来乱包夹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行业 这个页别已经做非常非常久 然后 我为什么很推荐这个产品 是因为它的滤芯呢 第一个可以用蛮久的 如果小家庭的话 大概是S003的话 是半年一次 因为它的 其实它的那个量 使用量是依照公升数 那它的S003这一支呢 大概可以用2000多公升 2839公升 那所以你没用到2839公升 你就可以用多 用久一点点 像我自己会 自己装的时候 都会稍微标一下 然后3M这一支滤水器 最方便的是 它的头啊 234S0302 0304 它的头呢 都是共用的 那它的 而且它的头 因为是原来CUNO的专利 那它的头是快拆型的 就是只要你有手 你会开一开罐 你会开罐头 你就会撞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更换这个滤芯 不需要有特殊额外的工具 因为你看业界上面的RO逆渗透 它们更换的时候 都还有额外的工具 而且RO逆渗透会滤掉 把所有东西都滤掉 那它3M这支还是会保留 它该有的矿物质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差别 好 所以另外一个 后面其实我也讲到软水的部分 软水的部分 我必须要先拉 因为既然都讲到头了 软水的部分的头 它的头是不太一样的 它不是快拆 但是需要多一个关水的步骤 但已经也算快拆了 就是它的步骤是先把水关掉 然后也是转下来 然后更坏它的滤芯 所以它的整个maintainance维护 其实是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的 而且它的滤芯来讲 它有它的专利 我就不多讲 它就号称多重渐进式过滤 然后就是跟别人比的话 它就是不会所有的杂志都积在表面 那这是它的专利 不管它 我已经喝了10年 我也觉得还不错 所以才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的滤芯可以包含鱼绿 异味 重金属 包子 包囊 菌 然后等等等等都可以过滤掉 好 那这个是滤芯安装的部分 那为什么讲说你要用耳颈头呢 因为耳颈头真的很漂亮 然后它其实安装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装完 然后它的安装的师傅会把你把滤水器安装在底下 那我接下来就是为什么要推荐它的原因就是它可以随心所运的模组型的堆叠 因为刚刚讲了你S0034D如果大家要省一点钱 然后这是最基本的安装 但是你如果手肘稍微宽裕一点之后 你可以考虑再加一个前置滤芯 就是刚刚讲的软水树脂这个部分 因为软水树脂的话因为在大部分区域的话 属于台湾其实蛮多地方是硬水的 那什么是硬水呢 就是你煮水的时候会有水垢 那个地方就是硬水 那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其实单安装的话 就是一支滤芯加上它的一支的那个价值 安装的价值的价格也是PC HOME是1380元 但是如果你我觉得啦 你如果能一起安装的话就一起安装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 跟师傅讲说我这个软水要装在刚刚讲的S003的前面 它就会帮你这样子接起来了 所以我自己目前的话呢 是接了三层然后四个滤芯 所以后面就会跟他讲说我怎么接 但是我先把这个树脂软水的部分讲坏 所以之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装这个原因 因为你还是要让我自己是觉得是把一些杂质水垢的 把它用另外一个前面一个滤芯先把它过滤掉 所以它还算是比较低阶的第一层的滤芯 而且基本上它的价格还蛮便宜的 如果是树脂软水它有两种啦 那这两个头都是通用的 一个是树脂软水滤芯 三个入的话 P-HOME是卖1818 另外一个是PP滤芯比较便宜一点 990块 那这两个差别呢 基本上就是看你到底的用途是要软水 还是只是做基本的前置的过滤 那再补充说明 PP呢基本上就是水质如果真的不好的话 就把它放在前置 然后如果有水垢的话呢 就是两个差别是水垢的话 就是选数值 然后水质不佳 然后做前置的话 就是用PP 这两个滤芯的头呢 都是共用的 所以你自己可以选择说 到底要装哪一个 然后后面再去更换 所以这个是还蛮有弹性的 数值加PP这两个是通用的 然后这是一区 然后刚刚讲的S00234是另外一区 这是两个不同头 但是可以请师傅帮你互相接 然后我自己后面还有再加一层 那这个机型目前还有在卖 是有多加一道滤芯 两道滤芯 就是一个前置 然后再加上一个紫外线的一个杀菌的滤芯的滤水器 我是UVA3000 目前刚刚看PC后还有在卖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你如果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不要用它 就用S003 因为它其实用的是同样一个技术 只是它有一个显示的萤幕说提早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更换 然后又多了一个紫外线杀菌的 但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有budget有预算的限制的时候 其实可以就先装S003加刚讲的数值其实就够了 因为这样子装起来其实不用一万块 而且耗材整体的耗材费用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费用 所以S003加上刚刚的软水或者是PP 它本身是不用插任何电的 它就是用本身的水流去做过滤 而且它不会有废水 因为它不是RO 那它不会有废水的产生 那如果你以后想要从S003换成004 没有问题你就直接把买S004的滤芯 就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它有很多弹性 我这边最后做几个总结 就是第一个你如果预算有限制的话 你可以找到很便宜的 它还有甚至有那种 好事都有卖DIY组直接接在雪龙头的那种 可是我自己觉得不好看 我建议你还是多花一点点钱 然后请师傅来钻耳镜 反正你离开的时候就说房东送你了 当作是送他的一个礼物 因为我自己觉得耳镜头真的很方便 然后一开水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喝 那它的方便的程度就是你随时可以增加 你想要过滤的等级跟多少层 所以包含了刚刚讲的S003、004 就是依照你不同的人数去更换 它的滤芯的等级就是一个 然后你可以加前置的PP的滤芯 数值滤芯来针对前置 就是你想要做更进一步的初步过滤 跟水质软化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 那后续的你如果想更加一层的话 那就是紫外线的Satrim了 那就是真的要装 因为它其实有三个等级 我之前看到有三个UVA1000、UVA2000、UVA3000 我自己觉得就是买最可以的就好 因为它其实功能差不多 而且这个滤芯已经卖很久了 我从我搬进来这间 这个家 因为我已经用这个产品用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租屋的地 然后一个是我现在的这个家 然后已经用蛮久了 所以它的套材供货都是蛮稳定的 所以在大打折的时候 你可以多买一些把它存起来 而且算是市面上很好找到的商品跟粒芯 以前还没那么好找 10年前还没那么好找 因为它那时候还不是FreeM 但是这10年来 它比如说你在特立屋也可以看得到啦 你在各个通路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自己是蛮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品牌 然后这个模组 然后本来想说要拍一个YouTube 可是算了 很懒 现在很懒的 很喜欢Podcast 很懒的拍YouTube的状况下 就是录给大家听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到我的粉丝团 服务夸go50的粉丝团 或者是历练的粉丝团 或者是Apple Podcast 那下面底下留言咯 那我们就再见咯 Bye